这次落水意外失联的六个人当中 有五人是台北市民 另外一人来自新北市 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深夜都赶赴现场关心搜救进度 有家属难掩激动情绪 当场恳求救救他们的孩子 而在今天一大早 侯友宜再度前往现场作证视察 警中眉头神情凝重 新北市虎抱谈两大四小六人失联 侯友宜隔天一早再度前往搜救前线 看着湍急溪水 侯友宜心里也万分焦急 周六豪大雨溪水暴涨 入夜后搜救十分困难 但到天一亮人员再度出动 但山上雨是不停歇 任务依旧困难重重 溪水非常的喘急 增援救人的能量 所以我们已经分头进行 期待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 意外当下 侯友宜立刻直奔现场指挥 而这回失联的六个人当中 更有五个人都是台北市民 市长柯文哲听到消息 周六深夜也赶紧抵达指挥所 关心搜救进度 而获救的生还者看到双北市长 忍不住激动情绪 哭着拜托他们 赶快救救仍然失踪的孩子 专心搜救任务 困着周日临时取消党务行程 脸书发文感叹 今年台湾有些动荡不安 感谢双北的搜救团队 会持续努力 不放弃任何希望 大家一起祈福 在黄金救援时间 双北市长紧盯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这位黄阳岳达 新闻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